袁崇煥为什么一定要杀掉毛文龙呢 因为袁崇煥杀毛文龙之举 使很多人认为此举无疑是自毁常成 导致了毛文龙旧部诸如耿忠明 尚可喜 孔友德这些人先后详清 成为反明的一个急先锋 那么袁崇煥到底是对还是错 那么第一 袁崇煥杀了毛文龙的这个动机 我们要说一下 动机就是毛文龙在批倒拥兵自重 而且呢 因为朝廷没有响粮 这个借口进行通商 用维近末和这个大清清朝进行清国大清国进行通事 这是自敌 毛文龙有通敌的这个行为 对于朝廷来说 对于朝廷的这个调令有阴奉扬为 关键在于袁崇煥要实现五年评疗这个指标 就一定要集中力量对付后金 所以要集中兵权对毛文龙进行下手 那么杀掉毛文龙以后呢 袁崇煥才向崇称进行请旨 那么崇祯知道以后极为震惊 很是不高兴 但念纪念毛文龙已经死了 就顺时退休的答应 包奖袁崇煥 那么袁崇煥 崇祯最低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伤性多疑 刚愎自用 疑心很重 对于手握兵权的大将猜忌甚深的 那么之后呢 袁崇煥又想向崇祯要粮草 那这个时候崇祯就很痛快的答应了 这个时候呢 崇祯还是对袁崇煥杀毛文龙表示是默许的 但是崇祯大为恼火的是三个月以后 黄太极率领大军毁边入关 包围了北京城 那么袁崇煥呢 突然知道这个消息就率领大军回援北京 黄太极受计叛将 轻声对俘虏的两个宦官说 今天军事行动时候和袁崇煥约定好的 然后放回了这两个宦官 意思是想让他们告诉崇祯 所以崇祯呢 以御义军饷为由召见了崇祯 那袁崇煥在谈话中提起了沙巴文龙之事 将袁崇煥下大狱 那么第三呢就是 黄太极为什么要离间了袁崇煥和崇祯 这个崇祯帝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因为崇祯是太过于采集得里的江臣了 朝毛文龙 那么袁崇煥杀毛文龙 自认为是整颗力量 为收复辽东做准备 但在生性多疑的崇祯帝眼里 无疑是为了打算拥兵自重 反克为主 所以崇祯 所以崇祯杀了袁崇煥 那么毛文龙占据鸦绿江边的一个出海口不远的一个小岛 这个小岛叫皮岛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东江岛 毛文龙在这个地方招兵买马 扩充自己的军队 这个以东江镇 就是以皮岛为根据地 进行牵制后进 那么后进对于毛文龙确实忌惮 黄太极就每次出兵都担心自己的老巢 被毛文龙给袭击了 当时人们对毛文龙的贡献 贡献是非常高的 认为他是海上的一个长城 哪怕对手的黄太极叶也担心 这个毛文龙对自己的后方进行攻击 此后天启皇帝也不称呼毛文龙的名字了 直接叫毛帅 可见他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么袁崇煥杀了毛文龙 导致了皮岛大将就纷纷的详清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 那么袁崇煥在任的这时候 是极力的安抚毛文龙的旧部 并没有使人心向背纷纷的逃跑 但这个崇祯把毛文龙下了大狱之后 明朝这个鸣庭也没有再向辽东派遣一个能够稳住大局的人 加上崇祯帝当时明朝一队用文官和太监来压制武将这种作风 皮岛的这些个旧部才开始纷纷的叛逃 当然呢 袁崇煥杀掉毛文龙 使得他的旧部后来投降还是具有一定责任 而且他杀了毛文龙 就使得黄太极没有了后顾之忧 直接导致了后面的毁编进攻北京的军事行动 所以说袁崇煥杀了毛文龙 在这个时间段内是不明智 虽然导致了后来毛文龙的旧部详清 但跟崇祯帝的关系是更大的 更何况毛文龙与当时这个后金进行护士 来交易 那么吴行中等于是自敌的这种行为 但是他这样做可以坚持黄太极 还是利大于弊的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看清楚这一点 上一期说到林恒 战战兢兢的23年 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也就是在吕后死后 就是在吕后死后 之前和刘邦一起打天下那些个功臣集团 就以陈平和周伯为代表 就联合了刘鹏的大哥刘腓的两个儿子 刘湘和刘章起兵把吕家人给全杀了 而现任天子呢 汉后少帝也被清除了 那否则的话你就会被反攻倒算嘛 这个道理大家谁都懂 因此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 这个皇帝没了 又会要选出来一个新的皇帝来执政 到底要选谁呢 那么当时已经控制中央政权的这个功臣集团 就面临了三个选择 第一个刘邦的皇长孙刘湘 也就是在起兵诛杀吕家后人时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第二个刘衡 就是这个人戏无害的小透明 第三个呢 也就是刘长 吕后养大的这个儿子 那么很明显 刘湘表着名非常战功 而且是野心勃勃 他又有兵权 所以不能选 而刘昌呢 刘长呢 这时候选的话就风险更大 你就更不能选了 所以刘衡这个时候就看似是最弱的刘衡 对中央政府 对这个功臣集团 他是最有利的 因为他是最弱的 可以直接受他 可以直接进行操控 可以把控他 于是这个功臣集团就向刘衡发出了邀请 这封信呢 大概的内容就写的是 也就是当今皇上 汉后少祖 包括他的亲兄弟 那么都不是你大哥刘盈的亲儿子 也没有皇室血统 为了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 所以我们把他都杀掉了 那么你是汉高祖刘邦现存的两个儿子当中最年长的一个 于是就会就命你为新天子了 刘盈当时这个时候也许是脑子汪汪的 可能有些错乱不知所措 但是知道历史的可能大家都会知道 刘盈肯定是接受了陈平的这个邀请 那么因为刘衡很清楚一点 你即使你接不接受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接不接受 他不是他自己定的 即便不接受 新皇帝只要一登基 第一个杀的就会是自己 所以生死存亡就在那一刻 为什么刘衡选择了接受 因为他很清楚 你这帮功臣集团 真实的原因拥护自己 作为新天子 肯定不是自己因为自己是汉高祖 现有的仅存的两个儿子当中最年长的一位 而是自己看起来是最弱的 也是最容易被功臣集团进行操控的 所以刘衡知道 即使自己将来真的成了皇帝 也不可能指望这帮手上沾门血的大臣们 听自己的话 对自己有多忠诚 那么毫无疑问 汉文帝前23年的这种挫折人生 塑造了汉文帝的一个危机意识 以及一个忍让谨慎的一个性格 那么汉文帝在继位后 他又是如何开始在危机四伏的汉朝中央政府当中 开创后世的呢 我们留在下一讲来说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